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上来呢 确实想鼓励一下 即将上场的选手们 我感觉 这要被鼓励的人是我 那么刚才呢 李淡也说了 上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上一次 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 也就是优胜组 所以祝你们 更上一层楼 那下位去的选手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待定组了 那我也祝你们 不要沦落成他们这样 那比赛呢 确实是特别的辛苦 你像我参加浪节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都跟我说 静姐 你可别太把这事 太当回事了 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 还我说 那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姐就是来拿第一的 谁比赛拿第二啊 再说了各位 你说去年脱口学我亚军 现在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上那节目就是啊 去之前呢也是 当服务员给顾客抄菜 是不是觉得特简单 可是你去了就知道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太咸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 这菜有点淡呢 那我就是一服务员呀 那这个顾客的这个需求 就应该被得到满足啊 于是我就 你俩换个座 其实艺人呢 就是个职业 可是网上呢 就总有人说我 说你演员 你一天到晚呢 你不演戏 走上什么综艺啊 瞎折腾什么呢 接一听就不高兴了呀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家乡话都快说出来了 嘿 关键的事情嘛 金鸡酱 白花酱 我都拿过啊 你还要找我证明你指甲吗 总不能像脱口秀大王那样呗 就是都拿了大王了 还有每年定时跑到这个地方来证明自己能行 前年不行 今年行 今年 好像继续又不行了 就是忙活小半辈子 就一直证明自己 实行 实不行 听起来只有我 这个可以给的 其实呀 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脱修演员的啊 就是那小眼睛粉红志啊 他说他没谈过恋爱 我当时就震惊了 哎 我说 您怎么忍住的 他 我没忍啊 是他们太能忍了 我说 嘿 恋爱这件事情 得有自信啊 你看姐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再说了 你长得多帅啊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小眼睛 你必须得谈恋爱 要不然就向你前辈学习一下 是不是 得勇敢 勇于实践 要亲自恋爱 亲自结婚 亲自离婚 是吧 程鲁 那说回到事业上啊 那姐是超超 超自信的 我觉得吧 一个女艺人 最重要的 绝对不是容貌 是自信 你看姐 今年都快五十了 确实笑起来跟过去比吧 更漂亮了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一种 庞仲人无人 肆无忌惮的境界 皱纹 有皱纹 有皱纹的地方 那表示 微笑曾在那里待过 所以啊 你们得努力了 待会儿你们越好笑 姐姐越好看 快说回来了啊 在我们演一圈吧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有一天 观众都有可能会把你给搞忘记了 所以嘛 我们要珍惜这个舞台 珍惜观众赠予我们的荣光 那接下来这个舞台就是你们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占用太久 我要到那边去给你们拍灯了 你说当姐姐多不容易啊 不光要提供荣光 还得提供灯光 谢谢大家 我是掌心有光的宁静 谢谢 宁静 太难了 兄弟们 快